每年三四月份到嘉义县一竹乡的部分村落 都可以听到空中传来嗡嗡嗡的声响相当有趣 当地民众表示在早期农村社会没有什么休闲娱乐 农民将饲养的鸽子绑上牧林 当鸽子高飞的时候牧林就会发出声响 形成了村子和村子之间的竞赛 最后发展成当地农村特有的民俗活动 打开竹笼鸽子正翅高飞的那一瞬间 气在鸽子背上的牧林发出嗡嗡的声响 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 我是第一次看到鸽子被鸽林飞出去 所以我感觉很有趣 我们牌很久的啊 我们十多回来就在玩 我们做小孩 他们老一回就在挂 挂我们交零 五十多年来 赛歌林已经成为当地特有的民俗活动 他是怎么演变来的呢 气温教义是把牌的那个鸽 所以人来就牌起来 牌起来就在我们看 可以回家看到底是什么情形 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赛歌林活动 不仅和当地居民生活相融合 也凝聚了各村落的情感 现场还有亲子拼图DIY和歌林彩绘等活动 让小朋友也能体验传统民俗记忆的趣味 经常也在电视侯瑞霞方亚贤台湾嘉义在访报道